加州 強風暴雨持續 各民警衛軍誰是後命 加州星期日晚上 載到受到大氣河流的侵襲 強風暴雨持續 州上流心提請總統拜登宣布 加州進入緊急狀態 以便應對風暴 白宮在星期一清晨已經批准了程程 令加州可以得到更多聯邦的撥款和資源 陷阱的縣亦都包括了Sanatel Sanaclara Sanacruz Napa Sanoma縣等 加州的國民警衛軍 亦都啟動了部隊的應變 有四部直升機隨時後命 當中有一部是派著灣區 全國氣中局已經發出了洪水警示 範圍包括灣區 Sacramento山谷以及蒙特利灣 灣區到中海岸亦都有強風的警告 由北面Sanoma縣 到灣區以南的Montore縣 生效至星期一下午 根據《三藩市紀事報》的報導 太平洋煤電公司PGNE的北加州用戶 新一輪出現過2,200宗的斷電 影響約8萬7千戶的用戶 PGNE預計 星期一會有再多2萬到2萬5千戶的用戶停電 灣區的星期一下午會有短暫的陽光 令溫度上升速度 為大氣層製造了對流的現象 而日落之後空氣的能量轉至今晚的冷風 灣區和中海岸會有短暫的傾盆大雨 風時速會超過35英里 而晚上8點之後會有連續的雷暴 ABC電視台將星期一凌晨的風暴列為3級 雖然未及上星期三的最高級別5級 但也導致了相當多的交通障礙 三藩市金門公園的Cross Overdrive馬路有水浸 當局提示要避免使用這段道路 城河西市內也有道路 受到洪水和山泥傾瀉的影響要關閉 城河西國際機場的2號停車場 因為水浸的緣故 星期一上午停用 植原址並不影響已經停泊的車輛 只是入口不能再使用 南灣嬌萊附近的101公路部分路段 也因為水浸而要封閉 Santa Cruz縣的Browns Valley Road Bridge的橋梁 踏下到Carrido Creek河溪 官員呼籲駕駛者要使用其他道路 東灣的馬林縣 在Afterton Drive附近的37路公路西行的路段 因為水浸已經封閉 東灣的Buccaneville市和Santa Cruz縣的一些地方 也因為水浸導致居民要疏散 天下維斯記者編輯報道